今天我们聊聊毛泽东的后宫家里陈慧敏,又名陈璐文。 毛泽东的私人生活是最高国家机密,这机密是如何泄露的呢? 这还要从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说起。 叶子龙14岁就参加了红军,资历很深,做毛泽东的秘书时间也很长, 但正因为他很小就参加红军,导致他文化水平低, 不仅如此无人点拨的他还对如何伺候领袖不得要领, 经常嘴巴不住门,把不该说的往外说。 战争时期这个毛病问题不大,但等毛泽东坐稳了江山, 他还这么大嘴巴让毛泽东无法忍受, 直接导致毛泽东在1962年将他辞退。 毛泽东的保健医生李志随所了解的很多花边新闻就是从叶子龙那里听来的。 有幸听到叶子龙讲毛泽东花边新闻的不知李志随一人。 1973年老革命沈荣和李普夫妇从广州调到北京, 在朋友的帮助下他们住到了月潭北街五号楼的宿舍。 他们住在四楼,对门住的就是叶子龙。 两家互相常来常往,大家管叶子龙叫叶师傅。 沈荣和叶子龙经常相互照应。 一天,沈荣在帮了叶子龙一个忙以后,叶子龙就打开了话匣子。 在讲到毛泽东身边的一些人,他经常提起一位姓陈的女孩。 他称他小陈。 他说,这位小陈长得非常漂亮,能歌善舞又很聪明。 要他跳什么舞,就能跳什么舞。 最后,沈荣以省略号结束了叶子龙的故事,并且意味深长地说, 这些故事对我来说,真是闻所未闻。 我怎么也想不到在中南海还有那么多离奇的故事。 很久以后,听说这位小姐去了香港。 搞新闻工作的老革命沈荣写得很隐晦, 小陈给毛泽东跳舞当然算不上什么离奇的故事, 要跳什么舞就跳什么舞意味深长。 就如同电视剧里《荒淫无道的昏君》总是在和妃子玩猪迷藏的游戏, 真正荒淫无道的昏君怎么会只玩猪迷藏呢? 那只是象征性的表演。 据这位小陈后来在英国说,毛泽东经常要他表演一丝不挂的舞蹈。 这位小陈就是陈慧敏。 如果说张玉凤是毛泽东的机要秘书, 孟锦云是毛泽东的护士, 那么陈慧敏就是毛泽东的贴身秘书。 1962年14岁的陈慧敏第一次以空正歌舞团伴舞的身份进入中南海。 那时候,每周中南海都有两次舞会, 让领导们在舞池里放松紧张的神经。 当然不止放松神经那么简单。 曾在全国贫困县当县委书记的陈航甲说, 哪怕头一天晚上做了个梦, 第二天你就可以把它变成现实。 这就是绝对权力的魅力。 领导喜欢什么不用亲口说, 下面的人就能领会领导的意图。 由空正、公安文工团组织的舞会专为毛泽东、 朱德刘少奇三人服务。 陈慧敏多次亲眼目睹毛泽东与陪屋女孩, 手牵着手走进休息室。 这些女孩有的在里面待上一两个小时才出来, 有的不再露面, 直到一天或两天之后才回到文工团。 根据纪律, 大家不可以随便问, 也不可以随便说。 所以, 谁也不知道休息室里发生了什么, 但正常人即使不说, 大家也心知肚明, 只是不点破罢了。 终于有一天穿着搏纱连衣裙, 陪毛泽东跳舞的陈慧敏, 被毛泽东牵着手走进了休息室。 故事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 陈慧敏像一只带宰的羔羊, 任人揉恋。 陈慧敏和其他底层出身的舞伴不同, 他家境优越, 附近陈玉生是新四军第三军分区的司令员, 没经历生活毒打的他剧烈反抗从休息室里逃了出来。 第二天文公团的领导就找到陈慧敏单独谈话, 小之以情动之以礼, 让陈慧敏向毛泽东同志认错, 并改正错误。 这和李志随医生回国不想做保健医生, 汪东兴和他的谈话内容有一曲同工之妙。 李志随想去医院做外科医生, 实现自己的职业理想, 不想待在中南海保健部门天天量血压研究安眠药, 他说他要为人民服务。 汪东兴对他做思想工作, 说你想为人民服务当然好, 但为人民服务总有一个具体的对象, 你为毛泽东服务就是为人民服务。 看来汪东兴比叶子龙脑子灵活多了。 难怪毛泽东对汪东兴青睐有加。 事情的发展就是这么顺利, 有人帮你认清了形势, 你就能很快做出正确的选择。 和所有人一样, 当认清形势以后, 他们别无选择, 只有服从陈慧敏也不例外。 毛泽东后来称陈慧敏为游物。 陈慧敏称为毛泽东的游物之后, 对后宫影响不小。 六十年代的一天, 他和孟锦云, 田灵一起议论起毛泽东同志, 他们发牢骚说自己妓女不是妓女, 嫔妃不是嫔妃。 这话传到毛泽东的耳朵后, 他们三个都被打为反革命, 送去劳动改造。 几年后, 经历了磨难的这三个人, 又被毛泽东同志召回。 这一次他们服服帖帖。 1971年, 张玉凤遇到陈慧敏和毛泽东, 有一些亲密举动, 贬拉的老长, 被毛泽东发掘。 毛泽东训斥他, 你要是不高兴就给我滚。 张玉凤连夜收拾包袱走人。 1972年, 江青来到菊香斋, 恰巧撞到毛泽东和陈慧敏不堪入目的一幕, 毛泽东同志大发雷霆, 从此规定未经请示, 未得到他的同意, 江青不能随便出入他的住处。 陈慧敏的父亲自然也知道自己女儿的事情, 不知是觉得丢脸还是痛心, 对于这个受害的女儿, 父亲让他离自己越远越好。 1983年, 陈慧敏凭借其父曾是许家屯的上级来到香港。 移居香港的陈慧敏从事军火和房地产生意。 许家屯常告诫他不要乱说话, 尤其是关于毛泽东同志的话题, 甚至吓唬他, 说他亲自批示过江苏歌舞团一名演员的死刑, 因为他泄露与毛泽东同志的机密。 陈慧敏毕竟是见过大世面的人, 许家屯哪里唬得住他, 而且这是在香港。 他在香港对记者说, 高层除陈云身体衰弱, 林彪抽白面外, 个个都玩女人, 朱德烨剑英、邓小平都不例外。 他们当这是最高的特权享受。 下集为了八级上级, 也以介绍女孩子为最好的手段。 毛泽东甚至曾要他介绍姐姐来中南海, 被他拒绝。 底层出身的张玉凤则没有拒绝介绍其妹妹到中南海为人民服务。 陈慧敏为人民服务的次数多了, 渐渐就换上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对毛泽东崇拜之志。 陈慧敏非常得意地说, 毛泽东说他与张玉凤、孟锦云不同, 他们两个贤淑听话但呆板, 没法让毛友如鱼得水的快乐。 毛泽东的兴致很高, 陈慧敏有时和他说文革的使毛泽东很烦, 说不要理那些屁事, 还是办我们的事要紧。 他说毛泽东时常托梦给他, 毛泽东对他说只要不跟别人一道烦我就好, 对我的事实事求是就行了, 我不怕暴露。 毛泽东原本对权力的安排是华国锋过渡一下, 最终让江青掌权, 他担心江青掌权后加害陈慧敏。 1976年毛泽东去世前夕, 告诉陈慧敏往南走, 毛泽东身边的人把这话视为遗嘱, 陈慧敏嫁给了南京军区一位首长的儿子。 哪知道人走茶凉, 毛泽东去世没一个月江青就进监狱了。 结婚后的陈慧敏经常遭到丈夫打骂, 说他们的儿子是毛泽东的野种。 90年代陈慧敏移民英国, 患上了严重的红斑狼疮需要每周肾脏透析。 他曾准备写一本关于毛泽东的书, 他说李治随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只写了门外的故事, 而我的书则要写门内的故事。 如之前节目, 杨开慧是被感情控制了吗? 所讲, 毛泽东喜欢这些文化程度不高思想单纯的女孩, 因为这样的女孩好控制。 从杨开慧到贺子珍, 再到江青, 以及张玉凤、孟锦云、陈慧敏都是如此。 毛泽东同志从不投入一分感情, 他们无一不沦为他的玩物, 他们都是受害者。 这些文化程度不高单纯的女孩 在肉体受到蹂躏之后, 逐渐产生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对毛泽东同志产生了无限的热爱崇拜与怀念, 实在让人惋惜。 个人作风在共产党内从来不是什么大问题, 毛泽东有几个后宫也并不离奇, 古代皇帝哪个不是三宫六院, 离奇的是在近乎近欲的文革年代, 高标准要求别人, 对自己则放纵无度, 表面一套, 背后一套, 挂羊头卖狗肉。